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直接通过变量的名字去用这个变量 比如说int个a 是不是a等于100 是不是啊 去用100去给a这个变量复制 通过变量去引用 那咱们学了指摘之后 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指摘 是不是去引用那个变量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指摘 指摘是不是宝采变量的地址 通过指摘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三大多数的那个变量 是不是就可以去用它呀 好了看一下 那int个星花P咱们是定义了一个整形的指摘P嘛 注意再强调一遍 星花不是曲折的意思 在定义指摘变量的时候 星花是不是来修饰P 说明P是个指摘内啊 注意这一点一定要再注意一下 然后咱们是不是用a的地址 是不是给P复制啊 注意上面定义的这个变量叫P 而不是星花P吧 所以说我取A的地址给P复制 是不是啊 那P是不是保存了A的地址编号 也可以说P指向了A 这两种说法是不是都行啊 那用100去给谁复制呢 星花P 星花在这个地方 它既不是修饰的意思 也不是乘法的意思 星花加一个指针是取直的意思 明白了没啊 取P指向的那个变量的指 是不是啊 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呀 星花加一个指针 就等价于指针指向的变量 明白吧 P是不是指向了A啊 保存了A的地址 星花P就是A 明白了没啊 A等100 明白了吧 好 那注意 指针变量在定义的时候 其实可以处理化 就是给指针定义指针的时候 给指针复出值嘛 那英特个星花P 等于取地址 是不是用A的地址给谁复制啊 给P复制还是星花P复制啊 给P复制 因为变量是P嘛 是不是啊 这个星花是用来修饰P的 是吧 所以P是个指针 给P复制啊 那指针就是一回 采放变量的地址的 是不是啊同学们 星花加指针变量 就相当于指针指向的变量 这是对一些普通的指针来说的 是不是 字符指针啊 短正形的指针啊 整形长正形的指针啊 float指针 double指针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的 那大家看头看这个例子啊 在这个程序当中呢 就是再练习一下这个星花加地址的这个用法 是不是啊 好 大家看头看 在这个程序当中 我是不是定了一个指针P1 定了一个指针P2呀 然后tempAB 这三个变量是整形的 前面两个是整形的指针 然后P等于取缔值A P2等于取缔值A P2等于什么呀 取缔值B 是不是P1P2分别指针A和B呀 然后答应一条提示信息 请输入A和B的值 然后SGAF 是不是获取两个整数 是不是比A和B负值呀 以前的时候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都是取缔值A 取缔值B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传P1P2就可以了 为什么呀 因为P1就是A的地址 P2就是B的地址 你只要把A和B的地址传给SGAF SGAF是不是就可以根据地址找到A 根据P2是不是个地址 是不是找到B呀 然后他再去给A和B负值 明白没有 好 然后呢 然后他干了个什么事呢 是不是碳普等于星花P1 星花P1是不是等加于P1 指向的就是A呀 碳普等于A 然后接下来A是不是等于B 星花P2是不是等于P2 指向的就是B呀 碳普等于A A等于B B等于碳普 这样是不是三句话 是不是把A和B给换过来了 所以说 你如果输入的是100200的话 那这个地方打AB的话 应该是打什么呀 200100 是不是给换过来了呀 而且星花P1 是不是就是A 星花片是不是就是B呀 所以说你如果输的是100200的话 最后打印的应该是什么呀 200100200100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是星花加什么呀 指针 等价于指针指向的电量 好 好 那这个咱们讲完了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 扩展一下哈 对应类型的指针只能保存什么呀 对应类型数据的地址 是不是 自符指针 保存自符数据的地址 整形的指针 只能保存整形变量的地址 是不是啊 等等 如果想用不同类型的指针 相互复制的时候 需要什么呀 强制类型转换 明白没有啊 强制类型转换 那接下来咱们看这个例子哈 同学们 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沃尔的星花类型的指针 将来咱们会讲叫通用指针 它不可能指向沃尔的类型的变量 为什么呀 因为该本就没有沃尔的类型的变量吧 是不是啊 这是通用指针 什么类型的地址 都可以给这样的指针复制哈 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对应类型的指针 只能给对应类型的变量的复制 如果类型不一样的话 需要强转 那 A等0X1234 A那个B呢 5678 其实就是00001234吧 00005678吧 好看一下 假如说A当中存的是0X1234的话 是不是这两个空的是00啊 00001234 00005678吧 这是高地址 是不是低地址是在这呀 第一次接存放的低地址吧 是吧 然后呢 它定义了两个指针 大家注意 看到了吗 它定义了两个指针 这两个指针是字符指针吧 好它打AB的话肯定打12345678了 是不是啊 A是1234 B是5678是吧 十六件知道 你看它干了个什么事啊 同学们 P1等于取地址A 是不是 它取A的地址 注意A是整形的嘛 它取A的地址 是不是给字符指针 复指啊 P1是不是字符指针啊 那两个地址 两个地址虽然都是地址编号 但两个地址编号的类型 是不是不一样呀 所以说 它将整形的指针 强制转换成字符指针 是不是给P1复指了呀 但是P1的地址编号 采放的那个地址编号 是不是肯定是A的那个地址编号是定的 是不是啊 P2等于取地址B 是不是 P2当中采放了B B的那个地址编号呀 是不是啊 类型不一样 长转之后去负的值吧 好 然后相对于是什么呀 同学们 是不是P1指向了A P2指向了B啊 是不是啊同学们 是不是P1指向了0X34这个字节 P2指向了0X78这个字节吧 好 然后大家注意 在这个程序当中 它打印什么呀 摆放号X去打印 0X打印 其实用16级来打印的 然后呢 星花P1 是不是取P1 星花P1 是不是等价于P1指向的值啊 变量呀 周焰 因为P1是自伏是针 所以说取星花的时候 它只取几个字节啊 只取一个字节 明白没有啊 要是说 自伏指针取星花 等价于自伏吧 整形的指针取星花 是不是等价于一个整形啊 取四个字节 是不是啊 自伏指针取星花 是不是取一个字节啊 明白吧 这一点需要注意 也就是说 星花加指针 到底是取几个字节 取直嘛 是不是取决于指针的类型呀 好 星花P1取一个字节 是不是34呀 这个地方打印34 这个地方打印34 星花P2 P2是不是指向78 所以是这个地方打印什么呀 78 注意这个地方后期也会讲 P1加加 P2加加 指针加加的时候 指向它下一个元素 明白没有啊 字符指针加加 指向下个字符 整形的指针加加 指向下个整形啊 因为P1是自伏指针嘛 P1原先指向这 它加加是不是指向这了呀 是不是取星花的话 是不是打印12 那P2加加是不是指向56啊 取星花的话 是不是打56啊 好 这个程序我给你去 那个验证一下 是不是 12345678 然后是1256 3478 是不是啊 好 看一下啊 稍等一下啊 PCC Test6.C 然后运行的时候 大家看 Test6 12345678 3478 1256啊 好 了解一下啊 然后最后 这个指针 注意一下 新花加指针 是取值的意思啊 它取几个字节 是不是有指针 是不是有指针的类型的决定了呀 那如果为字符指针的话 新花加指针 是不是取一个字节 如果指针为整形的话 是不是啊 整形指针的话 它是不是取星花的时候 取四个字节 如果那个指针 是个double指针的话 它取几个字节啊 取八个字节 没办法 没有 取一个double形的指 指针加加 大家注意 指向下个对应类型的数据 字符指针加加 指向下个字符 也要说 指针里面采放的地址编号 加几啊 加一 整形的指针加加 它指向下个整形的数据 要说指针里面 采放的地址编号 加几啊 注意不是加一 而是加四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这一点呢 咱们可以去验证 可以去验证 那我随便写个代码 去验证一下 好不好 好 这个指针加加 后期后会讲啊 stgro.h 看看 int个a 这样吧 差a 就是int个b啊 然后差星 差星什么呀 差星p int个星发q 好不好 然后呢 让它干嘛呀 p等于什么呀 a的地址 好吧 q等于什么呀 b的地址 b的地址 然后我打一下 按咱们的说法的话 按咱们的说法的话 p和p++差多少 是不是差一个字节 因为p指向的是字符型的嘛 那q和q加1 是不是应该差四个字节 好 然后我打一下那个地址编号 给你看一下 prant f 打一下什么呀 p等于什么呀 改编号p 打准够看 是不是应该p 是不是打a的地址呀 是不是啊 东西们 再打一下p加1给你看看 那指针加1 是指向下的对应类型的数据嘛 下个字符的话 编号是不是差1啊 好 二十多块 再改成q的 q的就应该差几了呀 二十多块啊 好 大家再都看啊 dcc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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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t和p加1 df和10 f加1 是不是10 进位啊 是不是差了一个字节啊 这个d0和d4 是不是差多少个呀 四个字节 说明日符指针加1 他那个地址编号 是不是大1啊 指向下个字符嘛 整形的指针加1 是不是他那个地址编号 加大了几啊 大了四 是不是指向下个整形啊 注意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db型的指针呢 加1的话 是不是db指针加1的话 地址编号是不是大了8呀 是不是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了解一下 那这这节课呢 就是说 指针和变量的关系 咱们就讲完了 这节课主要讲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指针保存变量的地址啊 是不是啊 新花加指针 等价于他指向的地址啊 是不是啊 第三个指针点是不是 对英类型的指针 是不是保存对英类型变量的地址啊 是吧 讲了这几个指针点啊 对英类型变量的地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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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